是的 單司理安努亞默沙公開和黨主席阿莫扎西攤牌 不過這名聯邦直轄區部部長表明 他坦然接受自己被革職 但按照國鎮的章程 總秘書職位的委任和革除 都應該由成員黨一致通過 因此 安努亞還是奉勸黨主席 循著正確的程序開除他 免得引人詬病 當被問到自己是否會退出巫統時 阿努亞則表明不會 反而現在自己沒了國鎮職位的包袱 更能夠循著良心行事和發表個人政治立場 繼續為巫統貢獻更多 阿努亞也相信 憑著其他最高理事的智慧 將能夠在黨內分歧的課題上 在今晚舉行的巫統最高理事會會議上 尋求統一的共識